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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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反弹到季限 這用三天時間 漲了500多點 500多點不是很多 但是對於現在的行情 也算是 對兜頭來講 算不錯 對不對 因為 在禮拜三之前是天天跌 或者是根本就是大跌小漲 所以我們 我今天要跟各位談一下 我在TG裡面有談到幾檔股票 當然不是我們持股的全部 我們持股全部不可能會全部講 也沒有分析師會這樣講 那這樣是要參加會員 我怎麼說有對嗎 我如果跟我的股票 全部都跟你講 你就不用參加會員 我節目就別做的 我講的會不會太白 事實上就是這樣 不是都是這樣嗎 這小會就是這樣走 不需要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在TG裡面 我有講到幾檔股票 那我今天盡量 盡量講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大盤我講得太多了 那我測標就寫得很清楚 就是11月第二個禮拜 這是11月第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叫第一個禮拜 跨越10月跟11月 今天11月3號 反彈嘛 對不對 現在K線是紅色的 那成交量是1.2兆 還可以啦 至少比上個月 至少比上個禮拜 應該說上個禮拜 至少比上個禮拜多一些 那我已經講過在季線往下 季線往下代表空頭 中線空方式 季線代表中線 長線代表連線 這條叫連線 12週代表52週 對不對 連線往上季線往下 是中空長多 那短線是月均線嘛 那月均線就跑來跑去 因為它波動比較快 一下多頭一下空頭 整理盤就是這樣 整理盤就一下多頭一下空頭 這個就是月均線 一下子下一下上 一下下一下上一下 這樣要上來嘛 對不對 這條月均線嘛 它跑得很快嘛 那連住了嘛 比較連一點 當然就是我講的就是 月均線嘛 那你如果要用五日線跟十日線 那當然就跑得更快 那我們在操作上 我們沒有看 這看個人習慣 我們是看這個月均線 十日線 這個這些就可以了 習慣就好了 那反彈正不正常 投資朋友 三天反彈五百多點 今天到一萬六千五百二十點 就到季線 這邊也是季線 這邊也是季線 那季線還是往下 那你認為勝不正常 你認為我今天 今天禮拜五 我在禮拜一禮拜二一直跟各位講 我說我在台灣上去 那你認為我是猜的嗎 我是摸到的是不是 你認為我是這樣嗎 我有沒有要先講 在大跌的時候 尤其在禮拜二 那一天還在大跌 這個還在大跌 還在大跌的時候 我怎麼講 我說你看這裡 這邊十月二十六號 這邊十月二十六號 你注意看 十月二十六號 對不對 它一個低點出來 可是後來我們台灣 又破了底 是十月三十一號 它沒有再破底 它也沒有再破底 你要看美國要看科技股 有的它也稍微點一下 但是它也是上來 其實你就看科技股比較準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當它跌到這裡的時候 15975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是不是很害怕 你說說阿老師 跌破了頸線 16000都已經跌破了 連續都打 這個頸線都鎖不住 而且要往下打 對不對 那這個下去的話 這個等幅測量 可能測到這邊來了 是不是 你一定這樣想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這是學技術分析學一半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發現說 不對 你發現 你注意看 我們這邊是跌下來 是變成說 往下壓制時間太久 變成沒有背離 但是你注意看 美國這邊出現了背離 很明顯 這邊比這邊低 這邊比這邊高 是不是很明顯 那我們是跟美國走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美國 不然要看誰 對不對 所以我當然有把握這個會上來 我當然敢講 那現在上來了 上來以後 我們也不是說 他馬上就要怎麼樣 我也不會這樣講 我解盤是很理性的 我告訴你季線的週扣底值 這個禮拜是扣底這一根 所以他還是整理盤 他還是整理盤 扣底這一根還是整理盤 你今天長紅還是整理盤 這邊還不是整理 這邊不是也出現長紅嗎 剛剛有換白錢嗎 沒有 沒有啊 這個連續性的上漲才有效啊 那下禮拜的扣底值是這一根 緩和了嘛 16601嘛 但還是比這個高啊 但是已經接近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 11月第三個禮拜 就163581了嘛 接下來叫11月12月 所以都不高了嘛 這個位置都已經比相對這邊 相對這邊都已經算低了嘛 你要相對比嘛 這差點已經差到500到1000點了 平均了 所以這個禮拜的中長紅出來 他只是告訴市場 準備要攻擊了 他先奠定一個基礎 奠定一個低點出來 讓空頭回補 讓多頭增加了這個部位下去 那下禮拜才會真正的策動 揮大軍要北上 就是較大幅度的波段反彈 而這個反彈不小 如果是3500點我幹嘛講 這邊就有500點了 講這個是小小的幹嘛講 講這個小小的幹嘛講 這個都會有啊 我再給你看一下月K線 對不對 這是台北股市的月K線 我們打一個連線出來 這裡是去年10月份的低點 12629 去年10月份也是跌 11月也大跌 那這個波段大跌6000點 所以造就了這一波的反彈波 來交代這裡的下跌 而第一根中長紅出來竟然漲2000點 那我現在跟你講 我不是說11月 今年的11月會漲2000點 今年的11月不可能漲2000點 因為跌幅不夠大 雖然跌了三個月 但是跌幅不夠大 跟這邊比起來差太遠了 但是它會一個中長紅出來 11月要到11月30號才算啊 今天才11月3號 這支會變成很大支 絕對不會可能比這支更大支 但是跟這支應該差不多啦 這樣你聽我的意思 所以接下來你要特別注意 接下來我告訴我會員說 接下來就是11月先挑戰這裡 不是這裡喔 我沒有說這裡喔 先挑戰這裡 這邊就已經將近1萬7了 1萬6千9了 那剩下幾百點而已啊 怎麼會 對不對 我跟你講有時候10點 漲了10天還漲不到耶 你以為每天都漲啊 你以為當時開始以後 像這三天這樣用分的 三百五十幾點 百幾點這樣 不可能每天這樣嘛 所以下個禮拜怎麼做 我現在跟你講說 策動價大幅度反常 從下禮拜開始 不是禮拜一就飆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沒有這麼盲撞 我也不會跟你這樣講 我沒有說下禮拜一定要 開始要大漲 沒有啊 我是說下禮拜 那個時間點 開始要策動 但是策動它不一定 下個禮拜要大漲喔 我只是說開始策動 你聽話聽話有喔 你要突出喔 你問題每次都漲五歲喔 但是無妨啊 最好下禮拜還不要大漲也沒關係啊 但是下禮拜如果要跌不容易啊 我也不希望它一下就漲上去啊 這樣我們的股票不只要買 我們就少了錢 便宜吧 才能購買到便宜啊 比如說我說這支就好了 這支單股票最近蠻強的啦 但是也沒有說漲很多啦 這整理一個月嘛 那如果你買在這裡 你辛苦一個月啊 我知道啊 可是我買365 我也沒有馬上漲啊 你說這支股票 它也不可能天天漲啊 它也會回啊 也會回啊 這邊我曾經也賣過啊 這個你都有印象啊 這個我常常在操作啊 我沒有在長年投資股票的啊 我都是做價差的啊 你也知道 但是我買到以後 也是要等過六天啊 等整個禮拜才漲啊 也沒現漲啊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在買進的階段裡面 它就算是還沒有漲 或者是小幅的下跌 可以接收啊 我們停損點設好就好了 只要沒有跌破我們停損點 我們都守得住啊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紀律的操作 我沒有在跟你講什麼 下跌要越跌越買的啦 沒有 你不會聽到我這樣講啊 我不賭博的啊 我如果輸我要輸少少啊 我贏要贏得比較多 這是我的操作的方法 策略啊 大家如果朋友都聽得懂啊 我常在講嘛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側動較大幅度 波段反彈 當然是講大盤啊 你說這個要側動 這個已經早就側動過了 你在講什麼 這個人噴得不知道要哪裡了 對吧 但這支拉紅的 怕跌天板 跌天板是怎樣 跌天板就跌天板沒什麼 去那些跌天板也沒什麼 我也不予自停 這種股票有人在做 我平常也沒有在講 為什麼跌天板我也不想講 其他老師會跟你說明 他說明大概說他賣了 對不對 反正老師都這樣嘛 投顧老師不是都這樣嗎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這邊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 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 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牌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 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 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您要聽說的基本面很好 說的 您要了解基本面 但是操作不是基本面 台積電基本面 每天都很好 有時候蓋就有時候 你經常說 國平會蓋不蓋就扣這個 有錢才會蓋 有錢就會蓋 你說沒有賺錢不可以 國平沒有賺錢 本業沒有賺錢不可以 每月有賺錢 這支有賺錢 這支也有賺錢 這支也沒有賺錢 哪有賺錢 沒有賺錢 人家怎麼蓋 這就是有錢 這支也有賺錢 這支也很重要 這成交量要出來 有時候跌的時候 也不一定是基本面問題 有時候就是一個消息面 靠風吹 你也知道一些 對不對 國平二大都這樣 我也不想點名 但是你要操作怎麼操作 你不要情緒操作 你不能受人家影響 我昨天才在講 你不能每天看報紙在作股票 你報紙這兩天 他又來講 蓋起來一定蓋起來很好的 一定要寫正面的 怎樣又怎樣 怎樣又怎樣 之前上個禮拜在跌的時候 寫的感冒效果 都也是不好負面的消息 讓你很緊張 你就去找房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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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用技術分析 你就可以克服這個盲點 你就可以情緒管理 你情緒管理不好 你會盲撞 現在國平在蓋了 現在國平在蓋了 說台積電就好了 現在在蓋了 還是威順在蓋了 威順在蓋了 現在變大變 今天我們就是一半 今天在漲停板附近可以賣到 當然不是全部賣漲停板 我的意思就是我們這個事情 漲停板附近我們會員先賣一半 我們賣一半 而且我今天這檔股票我先講 我也是講過 我買的時候買跌停板 這邊我都不會加碼 但是我的新會員他自己要 我買一百二十一塊半 我的新會員他都知道 他參加我會員他知道我沒有賣 所以他如果自己買 我買比我的價格還低 那很好啊 這邊都有比較低啊 而且你們說看我節目 也都知道我買跌停板這裡啊 對不對 你買可以買廟價了 對不對 對不對 買廟價很簡單 我經常做不對 你買廟價很簡單 我站前半了 兩機站前半 我買一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先賺大概20% 正確是19% 一百萬先賺一二十萬起來 再拿一半看看 看看嘛 現在蓋的拉麵 以前在拉的時候就泡麵 這裡泡麵 我們講一些我在TG裡面講的股票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股票 我昨天講的很清楚 TG裡面講的很清楚 我對這樣股票太了解了 我說這檔股票 明年可以賺到65 我講明年去了 後年可以賺到80到85 很難想像 你不相信對不對 那我 它還沒創新高 我已經把它調高平等了 跟目標價 我何人都知道 我新的目標價已經寫出來了 目標價原本就比這邊高 我就要調一次 為什麼我看他看長他 這支沒蓋不行 這支沒蓋 相關說不用想蓋了 因為這支剩頭的 所以我講說 創意快炒店 四星大門鍋 資源電電商網工 點點沙網工 資源最高走 走來走去 很厲害 這支我們就這樣 1825萬 之前就不講了 我這邊2380先賣一半 這邊賺30%而已 賣一半 我把一半保留到現在 因為我已經賺錢了 所以不管它怎麼震盪 我都可以抱得住 賣一半的好處在這裡 賺錢的時候賣一半 或是賠錢賣一半 都有這個好處 我解釋給你聽 你看我這裡先賺500塊 先賺30% 賺錢賺500塊 一張先賺50萬 10張先賺500萬 他安心 他抱得住 其他就是多賺少賺而已 現在已經賺到1千塊了 一張已經賺100萬了 一張賺100萬了 而且我還不賣喔 這支我今天在TG沒有講 我這邊也是賣一半 也先撈個20%起來 後來回頭下來 我們成本大概 1450 1445左右 這個我在講過 這支我們在這邊也賣一半 漲停板的時候賣一半 我先撈一筆起來 這邊讓它放 這都是較高價位 很多人喜歡操作這個 我有一組會員專門在做這個 1千塊2千塊以上的股票 這支的 這支我TG裡面常常在講 節目常常講 今天就不再講了 我這天我把它買回來 我這邊賣一半 365賣一半 我昨天這禮拜 應該說禮拜三買回來 這邊買回來 昨天不是漲今天要漲 今天沒什麼漲 但是我們 下禮拜再上去對不對 我是 如果不是要賣一半 就全部賣掉嘛 國費這麼多 我也沒差到這個 阿布剛才說過了 大支先跟你說一下 要說這支 這支大家比較關心 這支190先賣嘛 我這個TG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我是買太早 170塊左右買回來 平均價到170 170塊左右買回來 就講過了嘛 然後就做錯了嘛 190先賣 然後買回來買太早了嘛 做錯嘛 做錯怎麼辦 我不加碼不貪平的 我只設停損設好 問題是一直跌啊 我當然要停損 我已經講過 停損 你可以全部賣掉 換別的股票 也可以先賣一半 可以啊 我們有我們的策略啊 那我後來我就不得不啊 我在這邊 157塊這一天 就是157喔 賣的賣價就是157 就是157 沒有其他價錢 我售盤價賣的 所以我這筆單 比如說我買100張 我先虧損50張 那每一張虧損13塊 那如果你買10張 就先虧損5張 意思是這樣 很清楚 你虧損沒辦法 虧損就是先認賠 然後因為我們不加碼攤平的 我們就等 等它跌嘛 不一定 我賣一半不一定是說它會跌 只是後來跌了 對不對 那後來跌了以後 我就把它買回149塊 把賣掉了再買回 賣157嘛 買回149 這樣就有差價了 我錢一樣 同樣買那些張數回來 那又變成100張 那現在變成兩倍了 兩倍的張數喔 之前先停損一半 現在變兩倍張數 兩倍張數上去的時候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成本我們算出 我這TG有講 我都算得很清楚 就是成本變成159塊半 存不幾塊分 我們大概下禮拜就會解套 下禮拜解套以後 我們再看看 也不一定說 前面虧損的那13塊 一定要把它賺回來 但是想辦法看看 看有沒有這個條件 我也不會硬拋 不會硬平 虧損的部分也可以從北黨賺回來 只是虧損的部分 我也講得那麼清楚 你看我做錯 我還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做對我還是跟你講我怎麼做 我們有一套標準SOP在 我也不怕做錯 我只要求是 做對的時候賺多一點 就像世新這樣 我們已經繞到將近60%了 或者是像這個衛生 你要兩天 兩三天而已 要漲了20%上來 那資源不曉得賺過幾趟 你馬上猜 虧損的時候 賺錢的賺賺多一點 賺錢的時候賺少一點 對的次數多一點 做對的次數要多一點 做錯的次數要少一點 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做對 你也是有做錯的時候 但是賺大賠少 對多錯少 時間長久以後 你就是贏家了 我這一套標準很好用 會員也都非常習慣 也很喜歡 我也跟會員講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我虧損股票 我這邊講 會員都可以知道我們怎麼做 他們都很安心 所以你有AI相關工業 我沒有全部都講 因為這AI相關工業 現在有些股票都還沒有反彈 你趕快來找我 我當你操作 因為這個大盤11月 應該是會出現中長紅了 要把這個機會 要把這個機會 要把這個機會我不會騙 我就是這樣做 加了好友 Telegram193008 我這邊就寫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節目講得不是很清楚 我這邊都有文字的敘述 說明都是很清楚 有買有賣 不要長期投資 我不贊成 不要報上報下都不賣 就是架差操作 這個最好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跟著我們操作 當然可以直接打電話 播電話來詢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這個 超級代言家的Line Edge Line Edge 這邊直接問我 我們會跟你說明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見 我們的視頻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會不會得到 我們會不會發生的 如果我們會 contrary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